南投县仁爱乡与信义乡两山地乡 位处偏远 医疗资源不足 虽然每一村各有一卫生室 提供保健卫生服务 传真医疗及巡回医疗 但却无法解决当地民众最需要的医疗服务 特别是这两个乡镇由于面积广大 村落分散 再加上每年豪雨风灾 致使许多交通动线中断 在就医上会面临许多问题 当遇到重大症状的病患 也是需要透过转诊 或是到外地就诊医疗 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 实在不可预期 所谓医疗人员 和这些福利人员 对于我们来到这里的患者 都非常有耐心来做一个服务 但是社会要警察来 我们的政府应该来关心 就是平安地区和医疗 尤其在这里没有地区的医院 也没有教学医院 没有大型的医院 往往在这里的患者 都一定要向我来做一个就医 城乡地区在医疗单位上的问题 除了位处偏远 设备不比城镇地区的医疗单位 来得健全 资源上的不足 无法提供给当地民众 更完善的服务 就诊的交通动线与路程 需要花费时间等问题 另外部分地区的医疗单位 有些民众多往城镇的大医院跑 致使大型医院的就诊人数众多 相对缩短就诊时间 其医疗品质也跟着下降 也包括人力不足的问题 针对这几项问题 议员陈出会表示 城乡地区当地医疗机关单位 只能做初步的诊断与救助的协助 面临重症病患 还是需要透过后送转诊处理 当然在卫生涉的部分 站在就是比较基本性的医疗服务 如果在当地医疗 要是要去到外面来医疗 在交通上非常不方便 所以政府应该来注意 偏向医疗区块 可以多多来批计计算 让偏向医疗设备 包括医疗和住院医师 这些在职的一个教育 也都非常的重要 政府相关单位 除了该多编列医疗相关方面的经费 补助这些医疗单位 充实医疗单位的设备与资源 拟定方案改善转送就诊的动线问题 更提供医疗人员的技术充实办法 提升医疗水平 才能确保民众的医疗权益 民意新闻刘友琪 陈云林综合采访报道